更新之後完全不一樣 可以說是他同集團 持妝粉底的品替 現在給你看一下他粉底暗沉的情況 欸 這樣上妝太斑駁了吧 哈囉 你好 我是溜溜 這次要跟你們分享就是 Maybelline新出的 無敵特務超持久粉底 更新版本 之前舊的這個版本 我也有分享在 五罐開架持妝粉底的比較心得 之後如果有收集到一些 新的開架持妝粉底液產品的話 我會做個比較心得給你們 針對這罐改版的話 我也會分享四個重點 第一點就是升級版本的差異 我只能跟你們說 這兩罐變成是 第二點的話就是長時間持妝的妝效 舊的產品原本是24小時持妝 新的產品他講到是 實際實測下來到底有什麼差異呢 第三點就是上妝手法和使用產品的差異 新版本更新之後 沒想到用這個方法上妝 會看起來妝效更不服貼 第四點的話 他用起來感受很像是 銅集團直春袖 無極限超時清粉底的平T產品 第一點升級版本的差異 首先我們從顏色開始講起 同樣拿的都是120號色 但是我直接擠出來給你們看 兩邊有很大的差異 舊版的這個顏色 比較自然色 然後帶一點橘色調 新版的120號色 顏色比較淺一點 舊的版本偏自然一點 甚至還比我的脖子黑一些些 所以兩個差異真的是蠻大的 同樣是120號色 接下來我們看到就是 這款特務粉底 新舊版本 他們兩款在暗沉情況的對比 會發覺到新版本的暗沉情況 10個小時來說 會比舊版本的暗沉情況改善很多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新版底妝在臉上8小時 你卸掉底妝之後 再去比對這個暗沉的差異 其實新版底妝也是有暗沉 但是他差異沒有到太大 差不多按個0.5到1色階左右而已 但這個顏色上面來說 可以討論到一點是遮瑕度 會比較難去辨別是 通常深色的底妝 它的遮瑕度本來 就會比淺色來得好很多 你會發覺這邊的蝦子 遮掉的比這邊多 當然就是因為顏色的問題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再去 把遮瑕度這塊拿來做比較 舊版的質疊 它比較偏乳液妝 它算是很好推開和延展的質疊 新版本的它變得很濃稠 有點像是乳霜狀 上到臉上會發覺到 舊版本的在臉上 它很好塗勻 雖然它會乾掉 但是你上妝的時候 它是可以維持正常的速度上妝 但我用新版本上妝的時候 好像在跟時間賽跑一樣 乾的速度超級快 建議你 一定要分區上妝 你不要好像全臉都點開 再去推 之後你可能就一塊印在上面 很難再推開了 現在差不多講話 也過了5分鐘左右 兩邊都已經乾掉 你就來比對一下這兩款粉底 乾掉之後的沾染差異 我先來看一下新的好了 面紙上什麼都沒有 有東西嗎 什麼都沒有吧 非常的乾爽 摸起來就好像上了蜜粉一樣 舊版本的我也是用這個面紙 乾淨的一面來測試一下 很些微啦 時間那邊有一點點 一些些 跟新版的比起來 稍微容易沾一點點 所以新版本其實你不用蜜粉定妝 它也是摸起來 完全是乾爽的 舊版本的摸起來就是 稍微帶一點點的黏度 但不會太黏 因為它其實沾染的程度沒有到很多了 一點點而已 是很可以接受的這個範圍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來講到成分的差異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新舊版本的成分 他們兩個從配方來看 邏輯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這兩款雖然都是以長效持妝為主 在配方當中都可以看到 讓它沉膜 以及吸油的這些成分 但是仔細比對一下 我們會發覺到 新版本 更著重在吸油這方面 所以它整個上完妝的妝效 會看起來更霧面 更粉感一些 接下來我們講到長時間持妝的效果 這兩款去比較 同樣都是在10個小時內 30多度的高溫 還有戶外活動 去做比對 10個小時之後 舊版的控油度 它會少新版一些 新版對比之下 妝面看起來會更霧些 但是新版它在肌膚紋理比較明顯的位置 長時間去觀察 你會看到 新版跟舊版比起來 新版的紋理看起來比較明顯 這有部分也是因為新版的吸油成分 放的比較多的關係 但如果我們單純是8小時 然後都是在室內的環境下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的持妝效果都蠻好的 長時間下來 那個妝面也都還蠻乾淨 稍微用面紙按壓之後 頂多只有鼻翼出油多的地方 有一點點沾染 但是我們在臉頰處 比較不油的地方 就完全沒有任何的沾染 而且吸完油一樣 妝面非常乾淨 你只需要在妝面 稍微有一點脫妝的地方 局部按壓一點粉餅就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到的是 上妝手法的差異 因為這款粉底 我們在前面有提到 乾的速度超級快 所以也很考驗你的上妝手法和技巧 除了我剛才在前面提到的 分區上妝的手法之外呢 你使用的工具 在這款粉底上面也會有差異哦 如果我們用乾淨的刷具 沾取粉底 再上到臉上 薄薄的擦一層後 它的底妝是非常服貼的 同樣我們用乾的海綿粉 上這款粉底 一樣是沒有問題的 能夠有乾淨服貼的底妝 但是如果我們用的是濕的海綿 它就比較容易有 斑駁和不好推勻的感覺 也容易卡粉在你的毛孔 和肌膚紋理明顯的位置 那為什麼會用這種濕的海綿 它會容易有 斑駁又不好推勻的感覺呢 這是因為你在濕的海綿裡面 它有很多的水分 水分它就會稀釋你底妝的成分 導致你的底妝功效大打折扣 所以你拍在臉上的時候 它有時候就看起來特別的不均勻 所以有一些粉底 它真的就是用濕的海綿去上妝 你會發覺到 它真的是越上越不好看 那我之前也有拍過一個 如何讓你上底妝看起來更精緻的手法 你們也可以去參考看看那部影片 那另外還有一點要說到 就是因為這款粉底 乾掉和沉膜的速度都很快 所以如果我們要做疊加粉底 達到比較好的遮瑕度和修飾度的話 不管是我們前面提到的 哪個手法來做疊加這個動作 都很有機會會遇到 斑駁和推步勻的這些問題出現 如果你真的想要上完這款粉底 再有更好的遮瑕度 還是需要用到遮瑕產品 那Maybelline特務粉底 它更新版本之後 我就有感覺到 它跟我以前用過的一款專櫃粉底 使用感受很相似 也就是它同集團的 紫村秀無極限超磁氫粉底 那個感受很像 同樣把兩個產品的成分拿來看一下的話 你會發覺到 紫村秀它們粉底 它會加入比較多的保養成分 但看前面的主成分 它們非常類似 後面的話 它們也都同時加入了很多吸油和沉膜的這些成分 只是在Maybelline這款粉底 它加入的吸油成分會更多一些 那我目前手邊已經沒有紫村秀那款粉底了 因為那款粉底對於我的膚況來說沒有那麼適合 而且它真的很挑你的使用工具和上妝手法 所以我就已經把它賣掉了 我只能說啊 這兩款粉底帶給我上妝的體驗感受都蠻類似的 你就是用這種乾淨的刷具和海綿上妝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用到的是這種打濕過後的海綿上妝 就很容易有悲劇的情況發生 如果你都要做疊加的動作 這兩款的妝效都我覺得不太好看 但是這類型的粉底啊 比如說你是油性肌膚或是混合偏油的人 它們都蠻喜歡的 可以說是它們的蜜糖 但是對我這種混合偏乾的浮礦 我覺得夏天拿來博擦妝效還蠻不錯的 如果要到天氣變冷變乾的時候再使用的話 我就不太喜歡這種妝效了 以上就是這次Maybelline特務粉底更新版本之後的使用心得 如果你們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